阿富在吃早餐阿富 现在上班了 大家早 我是丑夫 我们马上上班了 昨天下午呢 骑摩托车 借我儿子的时候 受了点伤 手有点崴掉 今天这期视频呢 大家可以看到 后面这一排车 有一台 看一下 这是一台新款的帕拉美拉 不知道是24还算25 我也不知道 可以看一下这外观 跟老款的还是有区别 特别是这个前杠 还有这个大灯 侧面这里也有区别 这里怎么突出来一点 得有个进气 这后杠 区别不是特别大 但是有点 有点那个 他看的那个 电动车那个影子 我感觉这个 保时街就是几个车型的 混在一起 设置元素混在一起 又是一个25款 24款25款 名牌呢 在这里 24 24年4月份造的 车辆型号 A311 排量 2894 市区工况 11.63 就后屁股有一点变化 然后这个侧面 基本上我看是没有什么变 对 这个是应该是标走的 这个门这么短 这里呢 还是 一如既往的前轮十指能打到这个后门上 所以说 加了一块这个原厂的保护膜 其他真看不出什么大的区别啊 前杠啊 变成了 这个看起来还是蛮凶的 蛮战斗的 然后前面直接这样下来啊 从侧面看 这个看起来还是 气势上还是蛮凶的啊 然后这个大灯变得这么大 有点像新款的卡焰 标配的矩阵大灯嘛 这个灯看起来就大很多 这个照射的范围啊 就会大很多 应该啊 然后 这个原来这个雾灯不是横的吗 现在变成素的了啊 变成素的 原来我记得是这样子 对 就这么一个变化 其他好像没什么太大的变化 这轮毂 21寸的轮毂 这些应该都是一样的 然后来看看内饰啊 内饰这个布尔多红 放在这上面这个新车 还是好看 还是好看 对 这样搭配的双拼 黑红双拼 经典啊 好 我们来看看 那是里面啊 这个 这台呢 是四座版本 可以看到 四座版本 是我们一个老客户 刚刚买的 前面这里呢 变化就比较大啊 翻向盘还好啊 然后就这个呢 就台坎跟那个卡焰 现在都是这种设计语言啊 就是连屏的 但是那边副驾驶 那个屏应该没有吧 等一下点亮看一下 钥匙在 钥匙还是那么保时机 是吧 对 然后现在这个启动按钮呢 变成那个一键启动 看看 不是那种钥匙来拧 启动一个看一下 可以啊 关上门感受一下 空调起来 哇 这空调怎么一股鱼腥味 味道有点大 对 对 这方向盘啊 然后这里呢 电话可以看到 就比较大了 原来那个 这个帕美 帕美的话是 晃胆是在这里啊 现在呢 改成跟卡焰 Tikein那个一样 那个小的拨挡 对 这个可能刚开始 会有点不习惯 对 这里呢 就是一个空调啊 座椅加热啊 这么一个模块啊 这个是音量 音量 对 音量 然后这里呢 杯架 杯架我印象中 应该原来是竖的吧 先改成横的杯架 然后这里呢 多了一个这个是啥 手机充电 现在是可以那个无线充电了 不用再缠着线了 包括这里有Type-C的两个口 我进去看一下 这块我感觉这个中控这个扶手箱变大了 好像空间空间没啥大 对 其他好像没什么 这边这个屏幕应该是不亮的 这个屏幕应该是不亮 这个后期应该好像是可以改 这个太阳光照下来 这个后期这个副驾驶屏应该现在可以改 对这个选配应该这个屏幕应该要好几万 新款的我们也感受一下 其他好像没什么还有个天窗前后天窗前后天窗 后排这个屏幕这个后排就没什么没什么在基本上跟原来的差不多车主是我们一个老客户啊这个客户买车也买的比较多 然后这台车呢它是找我们预款的摆车会订的啊 昨天拖车直接拖到我们店里 然后就直接拿过去上牌 因为它还要连窗模一起贴嘛 就要先上牌 这台车呢就找我们贴个车衣 然后玻璃隔热模 在玻璃隔热模这里呢 我在想啊 就因为老款的帕美的话 其实就有一个通病 就是玻璃那个皮条啊 就这个皮条可能会过紧嘛 所以说不管贴什么隔热模啊 基本上都是呃 后期升降的时候会有一个留下一些痕迹啊 那一道一道的痕迹会非常的多 啊不知道这个新款现在呃 会不会好一点 感受一下 这个小的波片换挡啊 其实还是没那么习惯啊 对 对 看这个开门这里啊 这个也塑料的 OK 行了 外面整个再给大家绕一圈看一下啊 整体的外观再给大家带一圈啊 好刚才那个灯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大灯的效果 整体的大灯效果看一下啊 哦 这个是 你看这个的树的五灯啊 树的五灯 这个呢是大灯 整体看起来就 啊 面积大了很多啊 我看到哈 整体侧面其实变化并不大 并不大 这个白色选这个轮毂我觉得还是挺漂亮 对 帕拉美拉保时捷 这后屁股真的没有太大的区别 没有太大区别 这个呢就是新款的帕拉美拉啊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施工 撮了 好 好 那么 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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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